曼蓉 選美皇后 妳說現在也是啦啦隊 對 哪一隊的 中信兄弟的啦啦隊 厲害 那個算是台灣很頂的啦啦隊 在國際當中 奪過最大的獎項是 嚇死林依潔 今年是我參加選美的第11年 然後在前兩個禮拜 我在印度拿下 然後也同時拿到了才藝的冠軍 等一下會為大家展示 就是我得獎的一段的才藝表演 然後這個就是妳的皇冠 對 得到世界冠軍的皇冠 妳來看一下玫瑰金加藍寶 所以這是比賽得到的 對 比賽得到的皇冠 這個皇冠 金光閃閃 看起來漂亮 上面還鑲著這個藍寶石 會過幾年就會有一點生鏽 這我就不知道 我目前得過的皇冠 都放在那個包 就是寶鮮的櫃子裡面都是很 還保存得滿好的 OK 我們看一下比賽影片 不可以看起來 如果我開過的皇冠 就能夠為了 好 你現在在那邊 要綁著這個皇冠 那個皇冠 可以在那邊 有一個皇冠 他就知道 這就是皇冠 他就知道 我把皇冠 就知道了 然後他就知道 好 厲害了 掌聲鼓勵 也是台灣之光 看影片不過癮 乾脆現場也來幫我們走秀一下 歡迎選美冠軍 MISS高曼榮 準備 GO 這個颱風相當地有自信 展現它最璀璨的光芒 來 再次掌聲鼓勵 來 逸姐 怎麼樣 我如果可以這樣 就不要那麼辛苦跑了 我幹嘛跑咧 這個真的 沒有 其實選美很累很辛苦 會緊張 還會緊張嗎 你選了11年 到現在是不會緊張 但就是很累 你選11年 你等於從幾歲就開始選 16 16歲就開始選 對 OK 來 聊一下 那個比較深刻的事情 選美其實她要比的真的非常多 像台部 儀態 才藝 國際觀 甚至是人氣跟 語言 語言全部都 像這次的機智問答就非常的難 然後我們每天其實行程都很緊湊 一天就是一場比賽 所以我們睡眠時間大概平均是 一天只有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所以其實也沒有 可是在台上要榮光煥發 這個好難喔 很累 就是我們每天就是 財神面膜 對 我要是好奇 那妳皮膚又這麼好 妳有推薦的面膜 妳跟逸潔哥一樣耶 天地異餅 每天也都是要敷面膜跟做很多保養 所以其實睡覺時間真的很少 但就是一兩週的時間 一兩週的訓練 然後就馬上選這樣子 一兩週的賽程 賽程 然後我們都是一起住 跟所有的選手一起住 所以也會遇到文化差異啊等等 會這選手之間很那個的 很拼的 她又當啦啦隊 啦啦隊又要一直曬太陽 對不對 那很辛苦耶 皮膚很難保養 Melody是妳們選美的前輩啊 以前那個 在美國華富小姐 第一名啊 前輩 沒有嗎 那妳們那時候也有 機智問答 有啊 機智問答 機智問答 很難喔 我每次看都覺得很瞎啦 那些題目妳要我 被問問 可是妳要記得這些女生都很年輕 她們經歷沒有那麼豐富 她們的題目都類似哪一種 今年我問答題目 例如是妳要如何去消除種族歧視 消除女性的歧視 都是很 對 或是妳會如何定義 重新定義現代社會的成功 這是我這次的題目 用英文嗎 對 全部弄英文 然後我們是選出十 前面很多 所以她們不會去問說 約翰的媽媽是誰 這種話 這種問題 約翰的媽媽是花 因為花生 她們不問這個的 然後這個要我回答 魏惟 她說什麼 妳才聽不懂這個啦 不知道要講什麼 妳要弄英文問 就是會很難 然後我們是 妳還要練英文 對 所以我們賽程就是很緊 然後前面選出前十強之後 是用機智問答選出前三名的 對 所以我這一次 其實沒有想過會拿到冠軍 妳怎麼接觸 16歲就加入選美 那一定是有一個淵源啦 對不對 有時候來 16歲之前妳在幹嘛 16歲之前都學習舞蹈 我從小學舞 然後小學也是田徑隊的 就很愛運動 田徑隊是專攻哪個部分 短跑 100公尺跟200公尺 然後所以我身上有很多傷 都是在操場摔倒的傷 那這個田徑隊跟選美 當然想說選美應該比較優勢 妳短跑會跑到一直滑倒 那妳應該是屬於狐狸那一種的 沒有 因為我是 狐狸腳滑的 憶姐 她就不屬狐狸了 超麻 從沒有在跌倒的 她是K跑長跑很厲害的 對啊 好羨慕腳長的 對啊 然後呢 然後我 我回歸到 我是來自南投埔里 然後我的家鄉有那個 美人腿公主的選吧 我上次就跟你講過 你們還在笑我亂講 我在 南投埔里當過評審 那個叫做 腳白筍公主 腳白筍 因為南投 我講這個我不相信 南投盛產 腳白筍 美人腿 所以我們會選 那會把上面遮住 只有腿嗎 因為我們都要比 比口條 比腿 比台步 然後是你要怎麼去行銷 腳白筍又稱那個美人腿 因為腳白筍有沒有 白白的 長長的 所以呢 腳白筍因為是埔里的特產 所以埔里就會舉辦 腳白筍那個美人腿的 這個選美比賽 對 這是真的 今年還有 對 這個比賽是因為我 出生在單親家庭 我為了要去賺獎金 幫忙分擔家計 所以我就去參加了 對 但我當時是 完全不會走台步 也不會穿高跟鞋 也不會講話 我上台會很緊張 對 那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緣分 然後跟很意外 在這場比賽得名了 就展開了我的選美之旅 所以第一次比賽就得第一名 得第三名 然後就開始錄選美 很多人選美也沒為了什麼 因為選美的獎金還蠻豐厚的 對 那對於這個家裡面的經濟 比較 需要幫忙的情況之下 就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比賽 然後賺取獎金 很多人的心態是這樣 然後20歲比到台灣學位冠軍 開始出國 對 就比國際的比賽 OK 也是經歷很豐富 最深刻的事情 印象 我們在國外 都要跟各國的家裡一起相處 然後可能就有些家裡 就是會 去陷害別人 就我遇到的 比如說像那個時候 我先講我的 不好意思 我那時候選華富小姐 妳陷害過別人 我沒有我被陷害 妳被陷害 因為我那時候選華富小姐 我18歲 那那個時候在ALEA 選華富小姐 是一種 算是一個 社會的代表 是一種要去 為社會服務的 然後我說好吧 然後那我去 我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了18歲 有一些那些家裡 都20多 因為他可能從18歲 到24 25 然後有一個24歲的 他就是自信很 很烹飪這樣子 在後台我們上台之前 我們都是小白兔嘛 他突然就把衣服脫光 脫光 Naked 全光 他連內衣都不穿 然後 內褲有嗎 沒有 也沒有 我跟你講他穿了一個像 襪 襪套 像褲襪 肉色的褲襪 是穿全身的 因為他要穿那些禮服 他就是要包在裡面 包肉 叫什麼肉胎 然後那個肉胎 你是可以看到3點的這樣子 然後我只記得 我的天 他的胸部怎麼這麼硬 他就說 哎唷喂啊 我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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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女王 看我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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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 我們就這樣 哈哈哈哈哈 你有病喔 這是這個 我跟我媽媽講 我說你不是說 這是社會 對怎麼搞成這樣 那個肉胎還要這樣 一直蹲著 跟我看我們就 嚇死了 但不會他也得到很好的名次吧 然後後來我們想說 他這個是一個招數 他想要 妳就跟他拚了 心理戰 對 心理戰 然後我想說 我們怎麼贏 因為他又穿了肉胎 我們連肉胎都沒看過 然後他那個胸部 那麼硬 那麼大 然後 他還會這樣子 穿那個肉胎這樣子 他那個硬到底有多硬 像石頭那樣 我 因為我從來沒看過這麼硬的 我那時候才18歲 我怎麼會看這個 傳說中的 就是 石頭大媽 不是就是好像 三 就是三顆頭 一二三 這樣子 真的我永遠不會忘記 可是後來我還是得到冠軍 所以嘛 靠實力最重要 選美是不是 妳遇到什麼樣的 誇張的事情 其實我那個 我想補充剛剛 就是我們 內涵很重要 然後我們在比賽過程中 有時候會有 神秘課為我們打分數 像我們的保姆 或是像 有一次是印象很深刻 我比完才藝之後 然後我前一屆的冠軍小姐 她就跑來說 欸 台灣小姐 妳的那個彩帶舞好漂亮 妳在哪裡買的 但因為這個彩帶 都是跟著我身經百戰 我想說我回台灣再帶給她 然後我就 這件事就過了 直到我要回來的前一天 我說 欸 學姐 那個彩帶要不要幫妳 寄到妳的國家去給妳 結果她跟我說 其實妳不用放在心上 我是騙妳的 我只是要試探妳 就是她是主辦單位用來 試探我們每個人的個性 還這樣子啊 現在 對 有這種神秘課 所以就是讓我印象很深刻 我好適合去演那種神秘課 妳一點都不神秘 所以妳別演 要那種默默的潛移 就是偷偷的在 調查所有人的個性 對 好 那個選美是真的很辛苦啊 我當過好幾次的 選美的評審 我知道那個的困難 一次二三十個 有時候妳這個人走出來以後 那個另外一個走出來 也認不出來 到後來妳就忘了前面了 所以有時候越早出來 越倒楣妳知道嗎 因為第一個出來我們就會 比方說打一個分數 就作為基準分了 後面比他差的人呢 就扣個幾分 比前面那個好的人 就多個幾分 所以前面第一個出來的 永遠不會是第一名 對 因為他就被當作標準 吃虧 所以那個出場順序的簽韻 也滿重要的啦 還有時候妳在那邊平著平著 中場休息 怎麼有一個 巴西的媽媽 開始在那邊送茶葉了 妳知道嗎 對 拜託拜託 三號三號 拜託拜託三號三號 就是妳抽到什麼號碼也很重要 對 有的媽媽會來 妳沒有遇到媽媽幫女兒再拉票 有遇過 但是我 像我就是沒有家庭背景 我是在單親家庭 所以我就是用我的實力去 想要證明這一些事情 也想要鼓勵很多女孩 有夢想就去實現 所以妳用實力 戰勝了茶葉 對 就是之前可能 台灣學沒有一些潛規則 但是我覺得現在都會 都已經不一樣了 然後要比的項目就是 除了不只是外在還有內涵 OK 來 那個 才藝 我的強項是民族舞蹈 然後我會帶來一段 彩帶的表演 來 不得了了 選美皇后慢容帶來的 民族舞蹈彩帶舞表演 掌聲鼓勵 來 彩帶要來了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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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七彩繽紛 漂亮 掌聲 好美 很好看 這個練多久 我是從小學習民族舞蹈 很容易真的慘到自己對不對 一開始會 小學學的時候會 然後我就練了從 應該舞齡有二十幾年了 看到那個 Shako整個大傻眼 謝謝